须着今年气候运作 选公比三级团圆 作成加财地龙未复参加地赛 今天将今年 高萨存在政体表现 也是最重的一个 今天将农贵基盘高萨地龙的敏感 专政率也因此提升加坠 加财地龙应该是 受益满满 农贵基盘的伴供电力顶面 一旦看到没做地龙是一个人 领困难的众 今年高萨地龙的地点众 由前景地区一间五千级的地匠 来带到 而且一旦包办了 地匠头顶到金人众 顶顶的大将 特等奖号 由我们大案制察厂 林重雄先生荣获 办法最大的奖衡 今年人爱向农贵高萨地龙评感 地匠头顶是地龙林重雄 他不然是带到地匠 他一旦大下来头顶 跟金匠人众顶顶多个大将 可以说是今年高萨地龙 春帝评感比赛 得最大的地龙 林重雄表示 除了先天条件和气候 因素带来帮助以外 电风管理 硬是极重的关键 今年虽然下过两次雪 但是不影响茶叶的品质 反而今年的茶叶的品质 会比往年会好一点 在制作过程 刚刚好在采收的这段时间内 没有遇到梅雨 而且天气非常的良好 你有这些好的原料 才有办法做出一个好茶 但是原料在思维管理上面 非常的重要 今年人爱香港山村地 由中级海白的南方台东山地库 到上官海白的大屋杂地库 今天都会拥到两次路大屋杂地库 对当时家庭休眠的地区 电道是带来优劣的生长条件 如果地龙的管理 和做地技术很好 所以生产的村地品质就更加好 这也是今年出现不少很多地龙 提到我们的中央主要原因 去年年底的公茶也一扫阿公 今年的春茶一上市 也三分之后已经被订走 那我相信我们的茶 在我们的要求品质上 在价值上已经注目的提升 那价格也提升 那农会也秉持写起 每一斤茶叶 就都能够经由生产履历 只有QR口 所有产地表彰 给消费者更大的保障 这是我们所努力的 农会摊到基板板的东西 也邀请国家人数和贵宾 当多来赐历今年人爱兴股参村地 也因为今年村地品质是比翁年景格好 消失情况非常热烈 不就地龙差不多已经将今年的村地都买出去了 接着王朝成彩虹不得